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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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想問2個 一個是三八九八 到我買了兩次 第一次是五十二個九 買了五千股 第二次是五十一個九 買了五千股 現在跌成這樣 我想問我應該怎樣處理 大約52元左右 三八九八 藍車時代電器 現在股價不是差太遠 四十九 三合半 跌超過百分之一 但細頭好像都有點擔心 是否轉弱 因為都很多日調整下來 似乎在下降軌道 怎樣去部署後市 何時才可以有明顯向上衝的細頭 藍車時代電器 暫時的細頭的確相對比較偏弱 之前市長說 衝敬中英方面 可能會有些相關動車相關的合作 但最終都沒有任何特別的措施 有一個太大的刺激作用在 之前也衝敬美國有些相關的訂單等等 實際上 你說 海外的訂單 我相信是藍車時代電器 表現就真的不差 但我想最關鍵的因素 特別是之前南北車合併完之後 成為中國中車之後 本身一些北車本身的訂單 未來中國藍車能不能夠吃到 或者未來拿到這些相關的訂單 因此令到公司有個可觀的盈利增長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但這些相關的消息 何時出來真是沒有人知道 但我想再看技術走勢上面 現階段股價相對比較偏弱 因為始終說這隻股份 或者這個板塊上面 論估值上面都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擔心短期來說 可能有機會調整得深一點 但正如之前所說的 我相信最終 他們都能夠拿到部分的訂單回來 我相信基本因素上面 不算太過差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都有條件繼續守住 暫時來說 留意最關鍵的支持位 落到之前 8月份這個低位 大約是44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穿44元這些位置 在現水平去計算上來 都有條件繼續中線持有 現階段都是面對著 可能是6-7%的風險 暫時來說 我建議繼續守住 不穿44元 繼續中長線持有 後市我覺得都有條件 尋回股價 升到60元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估出離場 好 還有一隻股份想問 張小姐 張小姐 還有什麼股份想問 你 是呀我想問一下 長線1113 是 是 我58元買的 是 長線 是 58元拿著長線地產 現在去到55.1 跌2%左右 好地產股方面 有沒有什麼憧憬 現在說可能 連尾都不會加息 當然的 你說如果連尾都不會加息 或者低息環境依然持續 對整個利產行業 是有正面幫助的 但是這些因素 反映了未 或者說未來來 有沒有機會成為 這個板塊上面的一個炒作因素 我覺得就相對地比較難 始終大家都要留意 現階段市場對於美國加息 解讀方法 其實第一方面 短線角度上面 大家覺得 12月底 加息的風險是升溫的 如果你說加息的風險 升溫的話 這方面對於這個板塊 會構成一個壓力 第二方面 就算美國在12月底 不加息也好 市場都普遍預料 特別說未來這一年 都會面臨一個加息期 所以實際上的幫助 不是太大 而更加重要 就是在本地地產的板塊上面 看回很多新聞消息方面 各區 香港方面 很多地方租金方面 都開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很多時候真的在說 如果租金開始調整的話 之後開始 樓價也同時會跟隨著有個調整 樓價如果出現一個調整 對於一種本地地產商 最大的衝擊 就是在未來 一些新樓銷售方面 可能有機會 銷程有個放緩 甚至有個滯銷的情況 所謂風險因素 其實相對比較多 這些位置 我真的覺得 不建議你去買 從技術走勢上面 看回 股價方面的表現 大約現階段 會在54元 至到大約60元 這些區間 是一個橫行區間 但是你見到今天這樣掉頭 跌下來之後 我覺得後市很大機會 會跌穿54元 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 考慮去吸納 我也會建議 落到近期的低位 50元這些水平 才開始考慮去吸納 好 都OK了 是不是 解答了你的問題 張小姐 是呀 不用擔心你 好啊 先謝謝 下一位朋友 聽聽了 是否胡小姐在旁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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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小姐 請說 我想問是493 還沒有負 我想問是 今天升到這麼多數 我想問是 什麼價位可以買呢 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762 我是11萬一塊 他今天 九個半都穿賣 我想問是 我有1萬股 我想問是 是否要自恥到他 還是 他收視機 九個半樓上 就可以再看一看 謝謝 好啊 我們續續談談 先看一下國美電器 哪裏493 股價來說 有追捧 升一乘二 有多五部 一個四毫八的位置 升一毫六指 暫時來說 就沒有貨 還想追 那怎樣去部署後市的情況呢 國美電器今天升比較多 我想最主要因素就是 之前市場就說 他們去武器收購一些資產 本身看法都不算太過負面 都覺得可接受 但是最新消息 他們可以用一個較低的價錢 去收購一些武器的資產 所以本身之前的方案 市場都接受 現階段可以能夠節省更多的金錢 省了錢去買 所以因此 刺激回到股價上升 但是你說收購完這些資產 會不會有個很大的協同效應 我覺得未必 但是我覺得這些位置 美電器你都可以考慮去買入 第一方面 從圖表走勢上面 都突破了一個比較重要 1.4這些阻力位 穿了1.4這些位置之後 股價近這兩個月來 由8月份開始到10月底 即是近這三個月 其實一直徘徊在1.1至1.4區間 突破1.4之後 其實量度升幅會有條件 看回1.7這些位置 再加上11月份開始 也有些光棍節等等 相關的衝勁有些炒作在 所以我覺得後市股價 會有條件做一步推升 所以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短期後市來講 我覺得只要站在10-20天線 1.3.5這些位置 可以繼續向上望 我會建議 以分第一1.4.5這些位置去買入 就止洩位正如之前所講的 先回一段10天線 後市的目標 我自己看回1.7這些水平線 OK 還有一隻聯通762 細頭不是太好 創了新低 低位見過9.31 暫時來說 跌超過1% 現價報948 他說在11元左右 拿著貨 他後市又怎樣部署 似乎好像真的一般 會不會繼續等等 希望他有反彈 還是可能止洩一半 聯通這些位置真的相對比較尷尬 今天你都見到 他再進一步創過52周身低 但是我看回到 其實今天雖然還有一步穿低 但是後市是否真的很差 我覺得未必 但是你看到事實就是 三大的電訊箱都出了季度業績 你說相對地表現做得最好 或者相對地比較好一點 就是中電訊的表現可能好一點 其次中移動 三間當中 聯通的表現真的相對比較差一點 這方面是擔心的 你說始終未來成立鐵塔公司 也都說到未來降速 即是零稱呼 在內地的一些電訊政策等等 相對地對中聯通來說 亦都比較大的負面影響在 這些位置要加倍小心 但是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這些位置去加著去搏反彈 就真的不建議 但是從走勢上面看 今天低見9.31這些位置 跌幅都有所收窄 後市來說只要不再穿分9.31這些水平 我覺得暫時來說 都有條件駁回技術反彈 但是後市如果能夠反彈到10元這些位置 我都會建議在這些水平有貨的投資者 都先行做減次 好啊 胡小姐都可以了